真正放不下一个人时,都会有哪些表现? 有人说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个放不下的人,也许是执念,也许是遗憾,也许是不甘,也许是还爱。 总有一个人藏在我们心里最深处,平时不愿意提起,但却真实存在,任何人都不能够将它代替。 是啊,两个人分开从来都不是真正的结束,毕竟感情这个东西还会藏在心里。 感情里爱得最深的那一个最难过,同样迟迟无法放下的那个人,注定要饱受想念的折磨,爱一个人很累,放不下一个人同样很累。 那么真正放不下一个人时,都会有哪些表现? 第一,还是会和以前一样吃醋,有时候两个人明明已经分开了,确确实实已经没有名义上的纠缠,但是有些感情并不会因为分开而渐渐消散,反而只会因为分开而变得更加浓烈。 在心里最深处,依旧无法接受分开的事实,从而在心中有所幻想,依旧将对方视若为最重要的那一个。 明明已经分开了,可是当看见对方在和别的异性暧昧,或者走得稍微近一些时,总是忍不住吃醋,让你如临大敌,仿佛有人要抢走你最重要的东西。 吃醋是在乎一个人最明显的表现,然而没有名分的醋会更酸,正如张小贤说过一句话,世上最酸的感觉不是吃醋,而是无权吃醋。 吃醋也要讲名分,和他相爱的是另一个人,他的醋也就轮不到你吃,是有另一个人光明正大的吃醋,原来吃不到的醋才是最酸的。 第二,舍不得删除他所有回忆,一个人如果真的决定放下一段感情,那么他一般都会采取非常极端的方式,比如拉黑他所有的一切,删除他所有的一切,眼不见为尽,那种感觉是很苦的,明明不想忘记,可却又不想被感情折磨。 有一种人即便是分开了,他依旧舍不得删除对方的照片,舍不得丢弃对方的物品,更加舍不得扔掉对方曾经送来的礼物,其实不过就是借物私人,嘴上口口声声说要放下,其实在心里根本就没有想过真正的放下,一个人可以骗过这个世界上所有人,但唯独骗不了自己的内心。 舍不得删除对方所有的一切,不是因为对方有多好,而是想给自己留一份回忆,也是想给自己留一点幻想,自作多情的人永远都是多愁善感的人。 第三,总是忍不住去联系他,感情里如果要问谁爱最深,谁爱的最真,那一定是主动联系的那一个,在这世界上凡是能够主动联系你的人,都是把你看得非常重要的人,是因为先有了靠近你的欲望,所以才有了联系你的欲望,宁愿卑微,宁愿调。 也宁愿丢弃自我,真正放不下的人,总是忍不住会去联系对方,可一旦自己的主动得不到回应,自己会更加难过和失落,多愁散感,郁郁寡欢。 真正能放下一个人,不是忘记,而是释然,如果有一个人总是忍不住联系你,不是他找不到一个说话的人,只是那个人不是你,所谓的卑微几乎都是失念在背后作祟,那是忍不住的一种欲望冲动。 第四,心里永远藏着一个唯一,真正放不下一个人时,就会把那个人藏在心里最深处,那是永远的唯一,无可替代。 多数人的心里几乎都藏着一个放不下的人,虽然有,但没有必要说出来,更加没有必要逢人就说,毕竟能说出来的心酸,也不算多么心酸。 真正放下一个人时,会把那个人永远藏在心里,他可能不是最好的,但在自己心里就是最好的,不管后来会遇见多少人,爱上多少人,永远都比不了他的重要,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,正因为如此,也凸显了那个人完美和独一无二。 后来你可能会喜欢很多人,但你总是会忍不住攀比,这个藏在你心里最深处的人,无时无刻不再影响着你,时常陷入回忆,时常陷入沉思,你明知道有些人已经成为过去,却总想活在对方的记忆里。 真正放不下一个人时,一般就会有这四种表现,不受控制也藏不住,人的一生都难过,感情的安排,好像感情也没有放过任何一个人。 真正放不下一个人。